嗨大家我是乔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个技巧 让你的厕所保持整洁 变成有质感的空间 看到之后还会有小礼物送给你哦 厕所是我们从早到晚都会使用到的地方 有些人表示 厕所的整洁程度会影响到居住者的财运和事业 如果你都放任不管的话 未来可能会变成一个地狱倒霉鬼 今天会分享三个技巧 让你的厕所可以变美变漂亮 技巧一 把镜子的面积放大 浴室和厕所因为使用上隐私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用透明感的玻璃作为隔间 让视线看起来更加开阔 但在这个空间 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大面的镜子来做到反射的效果 创造两倍空间感的感觉 而且你可以让这个镜子 变成这个空间的设计重点 相较于其他的位置设备 镜子也是相对便宜又容易入手的单品 技巧二 放置台面上的物品必须具有美观 日常会经常使用的牙膏牙刷日用品 如果收起来的话在使用上会比较不方便也不顺手 最好的位置就是把它们平放在台面上 但是所有的物品排列在一起会变得非常的杂乱 可以帮他们找一个颜色材质统一的收纳合作摆放 可以让东西更好的固定在位置上 看起来也会比较整齐舒服 以我家的厕所来说都是使用玻璃的收纳罐 保持相同的材质跟颜色 利用不同的大小收纳不一样的物品 把东西直立摆放 可以让整个台面保留大量的空间 台面上面只放早晚都会使用的物品 其他的东西呢 就全部收纳到下面的收纳栏里面 虽然晚上要使用保养品的时候必须要把抽屉拉开 但是为了保持生活的秩序 我宁愿培养顺手归位的习惯 日子久了习惯养成了 自然就不会觉得使用上面有什么困难 技巧3 选择开放式的置物空间 有时候我们为了要遮蔽洗手台下面的管线 会使用比较封闭的橱柜 但是这么做会让视觉上面又被占据了一个空间 也因为环境的关系容易潮湿 让里面摆放的物品容易产生变质 我家目前是使用IKEA的收纳栏 它镂空的设计可以让空气保持很好的流通性 颜色也刚好搭配整个台面的桌角 滚轮的设计可以随时保持移动 未来如果需要更换的话也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对整理不太擅长 不知道重合下手整理过后马上又会变乱 平常喜欢购物 舒压家里的东西越放越多 家里的东西总是丢不掉 留着又觉得占了家里的空间 当初花钱买的东西都舍不得丢 卖掉你又觉得太麻烦 所有的东西都散落在各处 不会分类找不到定位 收起来又很容易忘了它的存在 想要用的时候又经常找不到 留下的这些东西都让你束手无策 为了感谢大家对于我的支持 所以我想要提供一个免费的整理小课程 让你知道整个整理的流程与步骤 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课程有兴趣 欢迎点击下方说明文的连结填写资料 未来课程上线的时候 你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